虽然公务员的福利可能缩减 但是比起一般劳工还是有保障的多 接下来这位劳工就非常的郁足 他本来是在药华电子工作 但是呢后来指控雇主把他调职减薪 导致他罹患了忧郁症 一审的法官是判他败诉 但是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 认定这名劳工的忧郁症的确跟职场有关 因此改判药华电子必须要赔偿他237万元 这也是忧郁症纳入持栽给付以来 第一起求偿胜诉的案件 不过药华方面今天指出 公司作业一切合法将会继续提起上诉 四年前前药华的诚信员工哭诉 因为在公司遭到降薪掉职 导致压力到到罹患忧郁症 他不知道老委会陈勤 更向雇主提出求偿 原本一审败诉 不过二审时高院认定 台大医院和三总的医师都能证明 女员工的忧郁症源自于职业病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改判药华电子得赔偿237万的 精神抚慰金和医疗费 得知消息后陈信员工的情绪依旧不稳定 一心还想回到公司上班 陈信员工在88年进入药华 之后晋升为组长 不过95年间却被拔掉了干部的职位并吊职 那公司在处理品质问题有标准的作业程序 他当初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用自己的主观医事去处理一些不符合公司的程序 所以当初因为这样我们帮他做一些职务异动 但职务异动的部分并没有做到减薪 这起官司缠送四年 陈信员工获得胜诉 也成为忧郁症纳入职灾给付的首例 但是否能够真正获得赔偿 看来还有一段漫长的司法程序要走 就参与陈商伟 陈保罗 台报道